第三個處理經驗 關於國務委事件 投北部議員內部感染的安理高校 從港台學和從港科技台學 提供同議員的試試 暫停下來 該做妙如新宗學習 而來報復學生的安全 兩位處理教育部 經營國議員試試 處置也有優點以外 其他必須說 退台的醫學院 用民醫學 和試試的醫療研究 從中夥伴依否原理感染的案子出示 比較有局部區域的這種狀況的話 就要看醫院院方他們的處置 如果他能夠有一個 完全是跟感染區隔離的一個路徑 還有一個學習的環境的話 學生事實上還是有機會可以繼續實習 現在就要看疫情到什麼狀況 因為其實包括停止實習這件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假如是說疫情目前是穩定的 那只有一兩個學生 他可能有這樣狀況的話 根據過去的經驗的話 那他可能真的就有可能 必須要考十月份的那一次 除了教育部已經公佈 強調信憲在日人實習 已經在實習和學生 在翻圈找日人豐富處事 人豐沒有平面安排學生 在照顧過風險和平陰 被情侶線透 三方水修了的風雨灌漾 但我們實習期間的重要考試 像今年考試 日人的日人已經過半 有條一條證條考線安排 不過因為今年考試 是日人日人去考改 為了共平共進 學生說因為有證條沒辦法參加 是在參加下禮拜的考試 香港規格考試是公佈展校 外照考線譜和指揮中心相關的規範 原則上學生就不去 人民臺學說希望 學生保持身體空間 和何個憲法習慣 可保證服到平年的安全 特別讓總美說 這下已經搶停輪到實習 情侶本學生留得窮一見日人 感受起平川普的機會 南北還有全面搶停實習的規範 和考慮得好三個必領 過後一年 大概六年 在PGY訓練內部 學家新聞 金融正數微信 特別報導 理事而言 科学家的間諏訪 指揮 研究 本 柴 柴 谢谢大家